我杀掉你 人蛇感觉旗下的话 每一句都刷新自己的认知 一时之间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不够格吗 旗下说道 你这里有没有处刑用的刀枪 我 呃 有 杀我 旗下说道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我现在可以把尸体留在这里 人蛇顿了顿 一脸沉思地看向旗下 现在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相信旗下所说 这场游戏当中 不会有任何的生效死亡 静静地在此 等待至游戏结束 随后鼓动生效 下午以终生毁坏为号 一起摘下面具 二是当机立断 拿下旗下的人头 向青龙邀功 借机成为地级 第一条路太过危险 不确定性极高 而第二条路又太过安全 仿佛一个陷阱 可人蛇跟白羊相处了很久 大体能判断 一个人是否在说谎 此时的旗下 眼神非常真诚 完全不像欺骗自己 一个想法不由地 在人蛇心中升起 眼前这个男人 真的准备把自己的性命 交代在这里 在这个计划 即将要开始的关键节点 旗下仿佛又看出了 人蛇心中所想 轻声道 我不能让今天的事 发生任何纰漏 所以这两条路都可以 只要你能完全相信我 让我死在这里 也没有关系 人蛇听后一愣 又问道 你死了 计划还能继续吗 能 旗下说 无论是我还是白羊 在这最后时刻 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二人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不久之后 人蛇缓缓站起身 表情复杂地说道 我知道了 我相信你 旗下听到这句话之后 眉头微醋 也跟着站起身 说道 没必要勉强自己 如果你不相信 我可以先留一只手在这里 不必了 人蛇说道 虽然你不是杨哥 杨哥也不是你 但你们很像 是吗 从苦难的日子中 伸手把我捞起来的人 有一张冰冷的羊脸 人蛇说道 我只记得这件事 所以我不能承认你是杨哥 但杨哥的计划 我依然会执行 就当是我为了杨哥而帮你 旗下听后 感觉自己对人蛇的感情 也很复杂 和人蛇相处的一些场景 在自己的脑海之中盘旋 可自己已经不是白羊了 又该如何对待它 既然你相信我 我就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了 旗下说道 我向你保证 卷进这件事情当中的人籍 谁都不会死 什么 你保证 没错 旗下说道 既然你说过 我和白羊很像 那也应该知道 我们不会说这种大话 来骗自己人 人蛇听后 低头看了看桌面上的难题本 白羊骗过自己 但只有一次 当然也是最致命的一次 好 既然已经决定帮你了 那这件事 我也信你 人蛇说道 人极生效的事情交给我 就算今天下午 我没有办法鼓动第二个人 我自己 也一定会摘下面具 扰乱猪雀的信念 谢谢 旗下说道 那第二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呢 人蛇问 第二个问题 旗下一顿 你是说 除了青龙之外的第二只耳朵 对 人蛇点头道 在这场游戏当中 我若是存活下来 也有可能会被他杀死 毕竟我要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天狗不一定有这个胆量 旗下抬起头 看着天花板回答道 在这场洪流之中 他也要选择战队 他很快就会知道 谁才是大势所趋的 人蛇跟着旗下 一起抬起头 看向天花板 旗下顿了顿又说道 就算这句话 他听到了也无所谓 他一直都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相信 他心中自有评判 好 人蛇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说好了 好 旗下回身走到了门旁 刚要打开门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一时之间 眉头紧锁 他顿了顿 缓缓回过身 感觉自己 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问题 陈俊南身上是包和精 旗下低声说道 他是怎么见到你的 什么 理论上他手中的两个字 都不能过河 一旦过河之后 开门就会见到地级生肖 旗下皱着眉头问道 是有什么被我忽略的事情吗 他为什么会见到你 你也思维定势了吗 人蛇苦笑一声 他打开门之后 确实见不到我 可门是我开的 你主动开的门 是的 人蛇说道 就像命中注定一般巧合 我本想打开门 偷偷地看看 另一头是什么 可以打开门 陈俊南就站在那里 原来如此 旗下眯起眼睛 感觉自己又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既然生肖可以主动开门 那这场苍结棋 可以做到的事情更多 比如 自己若是没有打开门 反而敲了敲门呢 比如 若是人级生肖和地级生肖 一起打开同一扇门 究竟谁的门 才可以通往苍结棋 有意思 旗下说道 看来门比我想象中还要有意思 别有意思了 人蛇说道 既然我答应了你 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别死在苍结棋里了 好 刚才有一只地蛇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旗下轻笑道 我不会死的 就算我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死的 旗下的一句话 让人蛇再度摸不着头脑 但这种感觉 又像急了阳哥 再会 旗下回身打开门 走出了房间 未曾想到 这几分钟的功夫 自己扔下的三个字 依然在地上 刚要弯腰捡起来时 房间门却被打开了 赵医生站在另一头 一脸惊恐地看向他 赵医生但凡早几秒开门 地上的字 就有了新的主人 但凡他晚几秒开门 也不会见到旗下 可偏偏他就在此时开门了 旗下不动声色的弯腰 将所有的字抓起来 放到了口袋中 随后冷眼看向赵医生 你 赵医生虽然打开了门 却始终不敢走进屋内 说话的语气 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 你看到什么了 旗下问 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赵医生赶忙说道 不 你看到了 旗下说 去告诉楚天秋吧 哎 赵医生一愣 去告诉楚天秋 没错 旗下点头道 如实转告就行 我不为难你 不不不 规矩我还是懂的 赵医生说道 你只要别过来我这边 说什么我都答应 不 去告诉他我出动了 旗下又说道 他如果继续待在备战区 和坐椅待毙 没什么区别 赵医生抿着嘴 没敢说话 旗下顿了顿又问道 你要进来吗 不 不进了 看到旗下点头之后 便转过身静止离去 赵医生才缓缓松了口气 和旗下进入同一个房间 跟直接把字送给他有什么区别 这里还是代表狡诈 和问答的 蛇 除非这里面的蛇提问的内容 全部都是脑科医学 否则自己根本没有胜算 事情麻烦了 赵医生赶忙回到备战区 找到楚天秋 文巧云正在这里和他说着什么 天秋 你看这个 文巧云手中拿着一个金字 给楚天秋展示着 见到这个字 楚天秋的面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巧云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对面的线人主动交过来的 算是投名状 文巧云说道 这个字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楚天秋当然知道问题所在 这个金字是他亲手交给陈俊南的 现在由线人带了回来 这代表什么 所谓线人 就是韩一默吧 楚天秋问道 是的 那个叫做韩一默的作家 文巧云回答 楚天秋皱着眉头问道 你有答应过他什么吗 没有 文巧云回答说 他问我要一个承诺 承诺 我接纳他是我们自己人 可我没有办法回答 于是让他回去稍安勿躁 说会尽快联系他 荒唐了 楚天秋说道 这个字哪里是什么 韩一默的投名状 分明是陈俊南的挑战书 什么 文巧云跟一旁的赵医 同时顿了一下 这个字在陈俊南那里 他为什么要交给韩一默 楚天秋眉头紧簇 难不成是韩一默 从陈俊南手中抢来的吗 天秋 你先别激动 文巧云说道 你在担心什么 这怎么能让我不担心 楚天秋咬着牙说道 究竟是谁把韩一默 拉拢成了我们的线人 文巧云一愣 发现自己 好像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韩一默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是卧底 可他是怎么成为的卧底 又是什么时候成为的卧底 难道他是在假扮卧底 获取信任吗 可文巧云很快就否定了 这个想法 以韩一默的智谋 怎么敢用这种计策 是 是我 赵医生在旁边一脸尴尬地说道 韩一默怎么了 他不一直都是我们这边的人吗 他若一直都是我们这边的人 也就罢了 楚天秋说道 可他现在在旗下那边 你怎么敢把他收为卧底的 赵医生和文巧云 都没明白楚天秋的意思 可楚天秋明显生了很大的气 只见他从文巧云手中夺过金字 面色沉重地说 况且刚才巧云没有承诺 给韩一默任何东西 他明明已经主动上交了两个字 却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心中肯定充满了无数个疑问 他若是能够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真正的卧底还好 若他一心认为自己是卧底 接下来的情况会更加危险 他将金字缓缓地放在了凤凰贤书台上 却见到屏幕上亮起了 匪夷所思的四个大字 创造失败 果然 楚天秋再度叹了口气 情况已经开始 发生变化了 他将手中的金 在凤凰贤书台上旋转了几次 可无论如何 屏幕都只会显示创造失败 这是怎么回事 文巧云有些不解地问道 明明是个很明显的金字 本来以为金元勋从陈俊南手中 赢回来一个包字 代表着我们正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可没想到 一块巨大的石头 把我们挡住了 楚天秋的面色越来越难看 身旁的二人 都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愤怒 居然还有这种赢法吗 他咬着牙说道 将计就计的极限 也不过如此了吧 天秋 你冷静一点 文巧云说道 有什么情况的话 可以说出来哦 帮你一起解决 巧云 楚天秋说道 刚才你和韩依默参与了游戏 应该发现了 他身上奇怪的能力了 楚天秋提醒之后 文巧云才想到 那场游戏的诡异之处 但凡是韩依默选择的答案 全部都是错的 想要赢下游戏 只能尽可能地避开 韩依默的选择 难道这种诡异的能力 没有上线吗 他加入哪个队伍 哪个队伍就会失败 这未免太离谱了 文巧云说道 只要他自己认为 自己是卧底 那我们就赢不了 道理是这样的 楚天秋说道 恐怕连韩依默自己都不知道 他的回想名为招灾 他会引发自己心中所相信的 能够真实发生的灾难 此时的赵医生也反应过来了 此时韩依默所能想到的灾难 就是卧底要输了 不然呢 楚天秋回过头冷声问道 你说服他成为卧底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赵医生知道自己 就算考虑得再周全 也不可能想到 招灾和卧底不兼容这件事 可是不对啊 赵医生说道 我们可以不继续跟韩依默合作 让他认为自己被抛弃了 那他不就归入到旗下阵营了吗 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 那可太好了 楚天秋说道 问题出在韩依默本人身上 以我对他的了解来说 就算发生的事情再难理解 他也一定会用自身的小说经验 将逻辑补充完整 从而深信不疑 啊 虽然文巧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可是回忆了一下 自己刚才跟韩依默相处的时间 居然感觉楚天秋说得非常在理 无论是多么匪夷所思的情况 韩依默都会想尽办法自我攻略 他只相信自己 想要相信的事 所以 此时就算明确告诉他卧底失效 他也会认为这是对方给出的考验 如此棘手的人 究竟该怎么处理 楚天秋当机立断做出决策 找医生 马上去找金元勋 你们二人接下来的目的就是全力击杀韩依默 赵医生听后 很快皱起了眉头 感觉这个计划非常不合理 刺杀韩依默是认真的吗 他问道 这是你身为首领做出的决策吗 韩依默是我们的敌对阵营 击杀他没有什么问题 楚天秋回答道 所以 你早就想这么做了 赵医生皱着眉头说道 楚天秋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韩依默是我们这边安插的卧底吗 他先前就加入了你的天堂口 又怎么可能在这场游戏当中义无反顾地给旗下卖名 楚天秋听后 意味深长地看了赵医生一眼 说道 确实没猜到 为什么怎么会是韩依默呢 赵医生听后 逐渐感觉后背发凉 他感觉楚天秋并不是没有猜到 而是在此时 不打算承认韩依默的身份了 开什么玩笑 你在跟我演戏吗 赵医生说道 韩依默从进入这场游戏开始 就在为我们的队伍卖名 你现在说不认就不认了 甚至还要让我们一起去杀了他 赵医生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楚天秋说道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过 韩依默是我们这一边的卧底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他的身份是你给的 是我给的又怎么样 赵医生看起来也有些发怒了 抛开韩依默的为人不说 二人在此地一起行动了数日 也算是有了感情 我难道不是为了我们队伍着想吗 他走上前去 怒气冲冲地跟楚天秋对峙着 韩依默就算要死 也不应该是现在被我们杀死啊 楚天秋听后缓缓皱起眉头 赵医生本以为他解释几句 或是否认几句 可楚天秋最后露出了一丝苦笑 究竟是为什么呢 楚天秋心中不由的苦闷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理解不了自己的想法 天秋 文巧云在一旁叫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难言之隐 楚天秋苦笑道 你们要我实话实说吗 文巧云和赵医生相对一望 不知道楚天秋所言何意 就算我说出实情之后 游戏会失败 你们也觉得无所谓吗 楚天秋又问 文巧云听后点了点头 天秋 现在队伍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 在这里把话说清楚了 会更好 楚天秋苦笑一声 好 那我告诉你们 本以为韩依默在对面 可以为对面招来灾祸 他可以想队伍要输了 这只队伍不行了 可他眼光从自私狭隘的角度出发 脑海当中盘旋的 仅仅是卧底要输了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你可以告诉我们啊 文巧云还是有些不理解 现在只是事情的发展 和你一开始的计划出现了纰漏 我们依然可以想办法的 如果把这个消息准确无误地告诉你们 你们肯定不会认为我们完全放弃了韩依默 只会觉得韩依默还有救 楚天秋说道 只要你们存有这个想法 那就会无条件地散发善心拯救他 他也不会彻底放弃 作为卧底的想法 最终导致我们走向失败 文巧云跟赵医生听后 不由地沉默起来 巧云 我曾经和你说过 跟不聪明的人打起交道来真的很累 楚天秋摇了摇头 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 把情况一一说明了 只希望你们照着我的计划去做 赵医生听后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却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是韩依默的潜意识在作祟 楚天秋看着赵医生又说道 并不是他做了什么 或者改正什么 就可以挽回的 现在去杀了他 将这场比赛拉回正轨 文巧云此时忽然想到了什么 可是这样好像不行 韩依默刚才说过 乔家进一直守在对面的后方 仅凭赵医生和金元勋 指定是不行的 乔家进守在对方的后方 楚天秋思索了一下 这件事是你问的 还是他主动说的 他主动说的 假的 楚天秋当机立断地说道 本来我还在怀疑 乔家竟是否受了重伤 如今看来 可能连动都动不了 韩依默之所以能够拿到 陈俊南的字 有可能是和陈俊南做了什么交易 而把这个消息准确地传递给你 就是交易之一 啊 文巧云一愣 他们会想得这么深远吗 楚天秋叹了口气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深远 但他们把我想得太好骗了 巧云 你也去参与击杀韩依默的任务 这次就算成功不了 也一定要给韩依默 显示出我们的杀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放我们的队伍 文巧云点了点头 在心中盘算着计划 楚天秋又看向赵医生 你不是去前线了吗 怎么忽然回来了 啊 我 对了 赵医生赶忙说道 旗下开始出动了 他来我们这边的四房间 不知道在搞些什么 自己一个人来到我们这里 楚天秋思索了一下 带了字吗 带了 赵医生点头道 我亲眼看到 他从房间内的门走出来 随后从地上捡起了三个字 而且他还让我转告你 如果继续待在备战区 就是坐以待毙 楚天秋听后 眯起眼睛快速思索了一番 出门之后 从地上捡起字 那自然是扔下字之后 选择进门 他在打探过河房间的秘密 楚天秋说道 可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字来打探 天秋 那你现在要出动吗 文巧云问道 感觉时间也过去了一多半 甚至连旗下都出动了 我有一计 楚天秋说道 击杀寒一墨的人换个人选 剩下的所有人一起出击 本来就是必输的局面 现在我们全面放弃备战区 所有人一起出动 争取在对面有对策之前 决定胜负 楚天秋说完之后 又思考了一下赵医生描述的旗下的动作 将字放在地上 从门中走出来这种事 直接说明了 门内的东西会和字有关 所以不能过河的旗子 打开门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是地级吗 楚天秋喃喃自语了一阵 又对赵医生和文巧云说道 据找到许刘年和金元勋 无论自己手上的旗子能不能过河 所有人一起过河 争取把对方困在游戏中 地龙站在高处 静静地看着楚天秋这一侧的动作 很快便露出了笑容 现在双方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收集28个字和收集到的原理差不多 是一条会导致更多死亡的艰难之路 现在 旗下和楚天秋在发现了过河的秘密之后 似乎都想要找到一条最快捷简单的道路 来赢下这场游戏 尽管双方过河之后 只会遇到简化过的地级游戏 可是过高的死亡率 依然如同一条大河挡在眼前 青龙盯着楚天秋没多久 就在看到他施放回响之后 吞下了一颗眼珠 青龙的眼神也随之有了神采 我果然没有小看楚天秋 青龙扭头跟地龙说道 你看到了吗 他多么像我 像你 刚才 你有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青龙说道 他说跟不聪明的人打交道 真的很累 我何尝没有这种感觉 地龙只感觉青龙和楚天秋差别巨大 但又具体说不出哪里不同 我明明已经超越了凡人这么多 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他们下跪 又何必好生好气地跟他们解释 我的计谋 青龙问道 这一点 楚天秋真是太像我了 地龙点点头 你是说 楚天秋虽然有着不错的智力和诚服 但却不擅长与人沟通 不擅长与人沟通 青龙很显然不喜欢这个说法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与人沟通 可这样真的对吗 地龙问 你为了更好地控制凡人 甚至选择了专门控制他们的回响 夺心破说明 你想要他们按照你的想法行动 凌文说明 你希望听到他们所言 跃迁和惊雷又说明 你想要有震慑他们的手段 道理是对的 青龙说道 我需要用最简单暴力的手段 让这些人沉浮于我 并且不再质疑我的想法 难道需要我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解释 我是什么 地龙明白了青龙的意思 所以你会说楚天秋像你 因为楚天秋经常会陷入 无法调动队友的困境里 无论是在天堂口 还是在苍结其中都一样 他需要不断地解释自己的想法 来试图让队友理解自己 若是他也有你身上的这些能力 或许这场比赛早就赢了 所以他是我看中的人 青龙说道 一个跟我很像 但又缺乏强大先法助力的人 你不觉得他很适合成为新的什么 他仅仅只差这一步而已 只差眼球而已 我不觉得 地龙摇摇头 毕竟有的人不需要这些回想 也能够做到同样的效果 大家会按照他的说法行动 会将心中所想告诉他 甚至不需要被威胁 就愿意为了他付出生命 这难道不能说明 那个人更适合成为什么 是吗 青龙眯起眼睛 看向旗下的方向 可旗下似乎已经跟谁 进入到游戏房间中了 目前并不在苍结齐的游戏场地里 地龙 虽然有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但他所付出的努力 实在太可怕了 青龙摇摇头 连他自己都在破碎的边缘 你跟我说 这是神 神会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吗 地龙听后 再度摇了摇头 他理解不了青龙的想法 青龙已经在神的位子上 坐了太久了 他认为自己是神 同样也不接受其他形式的神 旗下回到备战区时 陈俊南跟韩依墨 都好端端地待在这里 他没有说话 只是走到乔家静身边 查看了一下乔家静的伤势 发现乔家静只是太过疲劳睡着了 以他的身体素质 应该很快就会苏醒 老齐 陈俊南来到旗下身边低声叫道 我有事跟你说 哦 旗下看向他 几秒之后开口说道 关于韩依墨的吗 对 你小子又猜到了 陈俊南点点头 把旗下拉到一边小声说道 小爷把自己的字给他了 旗下思索几秒 是金 没错 陈俊南笑道 我准备给对面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荒个阵脚 把金给他们的话 跟直接下达战书 没什么区别 旗下说道 估计接下来楚天秋会坐不住 我们做好迎击的准备吧 等的就是他们坐不住 陈俊南说道 你小子这招够贼啊的呀 把对方的卧底 留在我们这里 旗下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角落出的韩依墨 似乎是担心 再继续交谈下去会出问题 于是打断陈俊南说道 不说这件事了 刚才拳头怎么样 哦 一直躺着呢 陈俊南说道 不过刚才好像听见他打呼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体质啊 没事就好 旗下点点头 接下来我们转攻为首 同样是以两人一组进行行动 尽量不触发游戏 好 陈俊南点点头 反正小爷一直听你的 那咱们亲爱的队友 小韩怎么处理 旗下看向韩依墨 淡淡地说道 韩依墨一直都是我们的队友 是吧 韩依墨听后 点头如捣蒜 当然了旗下 谁都可以不相信我 你可得相信我呀 说完之后 韩依墨不断地给陈俊南识眼色 陈俊南也马上反应过来了 哦 对 小韩他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 陈俊南说道 老齐你可一定要相信他 旗下点点头 看向韩依墨 你身上还有字吗 韩依墨听后摇摇头 抱歉 我刚刚又把字输掉了 文巧云实在是太厉害了 没关系 旗下说道 只要是我们的队友 输几字都没关系 哎 韩依墨听后一愣 在这里等一下 一会我会再给你一个字 旗下说道 啊 好好 韩依墨认真地点头道 陈俊南此时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对 旗下还要给韩依墨字 老齐 我们要等什么 旗下转过身去看向屏幕 轻声说道 等我办完事 你们可以先去前线 我稍后来找你们 哦 陈俊南点点头 往门的方向走了一步 正在他犹豫间 又听到旗下的方向 缓缓飘来一句话 真是开眼界啊 虽然没得分 但还有咪这种拼法吗 陈俊南猛然想到不对 刚才旗下交代的事情 也在此时占据了心头 可还没等陈俊南冲上去 下一秒 旗下就猛然举起拳头 在韩依墨跟陈俊南一脸震惊之下 将显示屏打了个粉碎 我操 陈俊南大骂一声 立刻扑了上去 与旗下扭打在了一起 他妈的小厨你 陈俊南把旗下扑倒在地 而旗下也在半秒内 陡然化作了楚天秋的样子 他咧嘴一笑 表情极其危险 陈俊南知道一切都完了 刚刚旗下在离开之前 明明交代过了 可能会有很奇怪的自己登场 陈俊南当时还笑到这么有意思 只可惜 楚天秋扮演的旗下 几乎完全没有破绽 他叫乔家敬畏拳头 称呼自己为陈俊南 他给出建议的方式 和说话时的一扬顿挫 俨然就是旗下本人 这种恍惚感 让陈俊南一时之间掉以轻心了 况且 他也根本没有想到 楚天秋来到这里的目的 根本不是任何人身上的字 而是击碎显示屏 小楚你好算计啊 陈俊南立刻举起自己的拳头 准备招呼楚天秋 却见到楚天秋张开嘴巴之后 舌头翻动 半颗新鲜的眼球出现在了口中 陈俊南 我得到回想之后 你们要怎么拦得住我 楚天秋笑着咬碎了那半颗眼球 下一秒 一股明显来自于地极的力道 在其身体周围迸发出来 紧接着 他猛然伸手一推 陈俊南飞出去撞在了墙上 动 陈俊南撞到墙壁之后 又跌落在地 整个人煞时间被摔得七昏八速 隔了好久才 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这是张山的本事 陈俊南咬着牙说道 小楚 你挖了他的眼睛 他为你战死 你却挖了他的眼睛 你牙还有人性吗 别误会了 楚天秋也站起身来说道 至今为止 我的双手只沾染过死者的血迹 所以和人性没有什么关系 放屁 陈俊南说道 你不是亲手杀了文巧云吗 他的血迹 也是死者的血迹吗 我 楚天秋顿了顿 原住民在我眼中已经是死人了 我是在解放他 不是在杀他 陈俊南一时之间顿在了原地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 虽然房间之内有四个人 可乔家竟受了重伤 寒一默示敌方卧底 自己带着不确定有没有的替罪 对战一个天行剑 这是什么概念 就算替罪真的在 又怎么可能打赢天行剑 此时他不仅要提防韩一默 忽然之间倒戈 还要想办法让楚天秋的注意力 离开毫无还手之力的乔家竟 尽可能地转移到自己身上 妈的老齐 你死哪儿去了 陈俊南一脸无语地说道 怎么关键时刻 比小爷还掉链子 陈俊南说完之后 很快又意识到 就算旗下在这里 也没有办法和天行剑单打独斗 身上的字交给我吧 楚天秋说道 你们已经没有得分手段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赢下这场游戏了 此时青龙的表情更加精彩 时不时地扭头问到地龙 这难道不像我吗 他只要有回想 就可以靠自己做到一切事 根本不需要凡人帮助 地龙只是沉默不语地 看向楚天秋 由于和青龙相处时间太久 导致他对楚天秋也没了好感 他又看向此时一个 正在封锁的房间 刚刚旗下要回到备战区 恰好遇到了燕之春和张成泽 两个女生刚刚进行完一场 伸猴游戏 张成泽的字 不出意外地输给了燕之春 旗下给张成泽交代了几句之后 给了他一个新的字 又当机立断 提出自己和燕之春再赌一场 同样是猴 同样的场地同样的游戏 旗下在不知道规则的情况下 和燕之春进入了房间 而张成泽则则在二人进门之后 鬼鬼祟祟地前往了对方的场地 楚天秋则正好与张成泽 在相邻房间擦肩而过 在这个诡异的时间点 吞下了一颗画形的眼球 并且以旗下的样貌 来到了对方备战区 双方可谓杀招进出 都已经将自己的棋子 推到了对方的区域 可地龙同样也知道 这场游戏当中的显示屏 虽然脆弱 但张成泽身材消瘦 想要赤手空拳打碎他 依然不是件简单的事 他又要怎么做 红方备战区 气氛依然焦灼 老乔 别装死了 陈俊南心中暗道 你再不起床 小爷可能就得先挂了 怎么说 楚天秋问道 你是在拖延时间吗 这都被你发现了 陈俊南回道 小爷肯定是在拖延时间啊 第一是拖延到 你天行见没了 第二是 拖延到老齐那小子回来 要不然 这场面让小爷我怎么管 楚天秋叹了口气 趁韩一默不注意 伸手掐住了他的脖梗 哎 韩一默一愣 我 陈俊南 你现在去把你自己身上 和乔家靖身上的字 全部拿出来给我 否则 我就在这里杀掉韩一默 楚天秋又说道 什么玩意儿 陈俊南一时之间 感觉楚天秋好像失了智 不是 你拿小韩威胁我 没错 楚天秋说道 我本来就不承认 韩一默是我们这里的卧底 所以 杀不杀他 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什么 你不承认 韩一默感觉自己的信念 受到了极大的动摇 一时之间有些恍惚 难道不是吗 楚天秋说道 你是赵医生招揽的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凭什么会让你这种人 成为我们的卧底 陈俊南立刻明白了楚天秋的意思 虽然他不会真的杀死韩一默 但也在想办法让韩一默相信自己 被抛弃了 这样 韩一默只能转投旗下阵营 带领旗下阵营 一起走向失败 你怎么可以不承认 陈俊南立刻开口 替韩一默辩解道 你知道 小韩 为了加入你们阵营 究竟有多努力吗 连我这个外人都被打动了 你他妈居然不承认了 楚天秋听后 缓缓皱了下眉头 看来陈俊南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用意 接下来的这场博弈 只有身在漩涡中心的韩一默 一头雾水了 韩一默眨眨了眨眼 说道 楚天秋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 也没必要杀了我吧 我在旗下阵营眼 那不行 陈俊南说道 小韩你怎么可以使乱中气啊 说好是楚天秋的人 就一辈子是楚天秋的人 你不是总爱把忠心耿耿挂在嘴边吗 这下现场的三个人 一时之间都陷入了沉默 楚天秋当机立断 认为现在杀死陈俊南才是最优选择 只要陈俊南还在 这个计划就永远成功不了 可刚等他放开手 陈俊南立刻开门 来到了最近的房间中 他妈的小楚 想杀我是吧 来来来 来这房间里杀我 楚天秋望着陈俊南走进的房间 那里面的门上居然写着个字 找寻类游戏 这究竟是陈俊南有意为之 还是凑巧碰上 自己的天行剑 在找寻类游戏里 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就算发动神力 把场地拆了 也不见得能获得胜利 如果真的进入到了房间 以陈俊南这种乱来的性格 一定会想办法和他赌命 这样就算杀不了自己 也足够他拖延时间了 来啊小楚 陈俊南咽了下口水说道 不是要杀我吗 现在对于陈俊南来说 同样是孤注一掷 几方的显示屏已经被毁 接下来 要怎么才能保证这场游戏胜利 不 不能说胜利 只能想办法选择不输 陈俊南想到这里 微微扬了下嘴角 自己也去打碎对面显示屏 不就得了 双方一旦拖到时间结束 只能靠显示屏破碎之前的积分 决出胜负 旗下已经获得了将近20分 难道楚天秋也有这么多吗 陈俊南确定了战术回头就跑 可一打开门就发现 文巧云拦在了身后房间中 他看起来并不想继续前进 反而是接受到了什么命令守在这里 他心说不妙 赶忙从转身从左侧离开房间 又去查看前进的路线 可通往河道的房间又有赵医声 甚至连猜都不用猜 陈俊南就能知道 其他的房间里面 还堵着许流年和燕之春 妈的 你们都来了 陈俊南此时才终于意识到 对面发动了总攻 可是几方人呢 张律师呢 田田呢 郑英雄呢 最关键的是 旗下呢 片刻之后 陈俊南就大体得到了印证 在自己去不了的房间中 张律师 旗下和田田 很有可能和对方一起困在游戏中了 这场游戏里 只要有两个人被困在游戏中 则这个房间的四扇门 全都会上锁 甚至连借路去往河道都做不到 俨然是一条死路 一旦对方真的在几方建立起了这样一道 用死路搭建的防线 这场游戏 就连1%的获胜机会都没了 先打碎我们的显示屏 再拦住我们的人 确实有两下子 陈俊南虚张声势地说道 可你不觉得 老七不在这里吗 你不害怕吗 可惜 楚天秋说道 旗下跟燕之春 困在了一场游戏中 这场游戏是我赢了 小楚 你好狂啊 陈俊南说道 要不是张杉那小子的能力照着你 小爷高低和你比划比划 楚天秋听后 伸手摸了摸自己胸前的项链 又抖了斗皮在身上的衣服 无数腥臭的血液开始缓缓低下 就算没有天行剑 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身上戴着的一百多颗眼球 让我无所不能 在这里只有巅人 才是最接近神的存在 楚天秋盯着陈俊南说道 你一个替罪 究竟要怎么才能在这里赢过我 陈俊南知道楚天秋说的不假 拼回想自己不是对手 拼脑子自己也不见得能够站上风 想要从楚天秋手中拿到字 他只能选择拼武力 可楚天秋又使出了天行剑 几乎是将所有的道路堵死了 现在陈俊南被逼到走投无路 只能尽可能地解决眼前的难题 拖到旗下回来处理这件事 可是自己能怎么做 等等 陈俊南忽然眯起眼睛 想起当时旗下在交代完了这件事之后 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 那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陈俊南瞪大眼睛说道 老齐 你的意思是 他知道旗下了解自己 自己每天都想做的事 既不是穿墙也不是吵架 而是替罪 那小爷可就要出奇招了 陈俊南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就姓郑英雄那小孩一次 说不定我现在已经回想了呢 楚天秋听后眯起眼睛 不知陈俊南到底要如何用替罪 解决眼前的状况 可下一秒他就发现 陈俊南将目光挪向了地面上的乔家镜 小楚 今儿你可乔好了 小爷的回想 是他妈召唤老乔啊 话音一落 陈俊南的脸颊陡然开裂 煞时间鲜血四溅 他忍住疼痛 闷哼了一声 老乔 你的伤小爷扛了 短短几秒的功夫 陈俊南浑身上下 如鱼鳞般 层层铺满伤口和淤青 没一会儿 又一口鲜血喷到了地上 他感觉乔家镜没被打死 简直是个奇迹 这些伤势还没完全扛下 自己都感觉要远离这个世界了 我操 陈俊南咬着牙说道 老乔你这伤 可 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到地上 陈俊南整个人都开始晃晃悠悠 险些摔倒在地 楚天秋看后 不由地露出笑容 陈俊南 你这个替罪和自杀有什么区别 只是省得我动手了 此时陈俊南才发现自己 确实有些莽撞 如果将乔家镜身上所有的伤势 全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肯定必死无疑 对于一个不经常挨揍的人来说 光是这扎心的痛感 都能让他昏过去 本来是想让乔家镜站起来 拯救一下自己 可现在 自己在乔家镜醒来之前 马上就要自杀了 现在话都放出去了 还能怎么办 早知道你伤得这么重小爷 耍什么帅啊 陈俊南咳嗽了几声 又开始思考接下来的策略 在这种容易猛逼的时候 老乔有老乔的策略 老乔有老乔的策略 而作为陈俊南 他也很快确定了 属于自己的策略 那就是 这次暂且扛一半 剩下的下次再扛 不 不行了 陈俊南说道 要不然就扛这么多吧 小爷感觉在这里站着不动 都要被打死了 我还有个会要开 试陪一会儿 陈俊南还想说什么 整个人又感到一阵眩晕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楚天秋看着陈俊南 这收放自如的替罪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本身 是一个重伤的乔家镜 加一个生龙活虎的陈俊南 替罪发动之后 变成了两个受伤站不起来的人 到底该怎么形容这个能力 倒是给我省事了 楚天秋从口袋中掏出一根链子 钻成球之后 猛然朝着陈俊南丢了过去 陈俊南大呼不妙 用尽浑身力气翻滚了一下 恰好躲开了 那如同流星一般地铁链 铁链发出巨大的声音 深深地嵌入了地面中 陈俊南翻滚之后 浑身剧痛无比 心中把乔家镜和张山 骂了一万遍 你俩打架就打架 怎么还下这么重的手啊 妈的 楚天秋再度往前一步 发现陈俊南的状态 比刚才还要差 虽然不能进入房间 直接处决他 但是丢出去的铁链 他不可能再躲开了 嗨嗨 正在楚天秋 准备再度发动攻击时 却听到自己的身后 也传来了咳嗽声 他微微一皱眉头 回过头去看向乔家镜 我掉 好疼啊 乔家镜深呼一口气 缓缓睁开了眼 好多饿 啊 老乔 你小子可算醒了 陈俊南在另一个房间 躺在地上大喊道 上啊 给我抽鸭的 面 乔家镜发现自己的眼皮 好像没有那么肿了 身上的疼痛 也减轻了一大半 可现在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他睁开眼睛 只看见了半空之中的 一片漆黑 整个人的感觉 也有点混沌 小楚 小楚准备弄死咱俩 你赶紧用你那个B技能 破一下他的法 陈俊南一边大叫 一边咳嗽道 等这小子没了 天行剑 小爷亲自起来抽他也行 乔家镜反应了几秒 才想起来 自己身在何方 也咳嗽了几声 缓缓开口道 天秋仔 好 天秋仔 你不准戳 楚天秋听后顿感不妙 立刻举起右手 浑身杀意四起 冲着乔家镜的脖梗 就袭了过去 可下一秒 他的意识恍惚了半秒 身体也不受控制 在此刻强制转向了 陈俊南的方向 随后冲着陈俊南 所在的房间 猛然冲去 好在楚天秋足够理性 马上就发现了情况不对 正在前进的脚步 也停了下来 刚才那一瞬 自己脑海中 对乔家镜的杀意 居然全都变成了 对陈俊南的杀意 何其诡异的情况 如果自己没有 马上停下脚步 现在应该 已经和陈俊南 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了 嘿嘿 陈俊南在另一个房间笑道 这一次 老乔的死小爷真的扛了 任灾吧小楚 你不准出老千 乔家镜磕磕绊绊地 说出了后半句话 随着话音落下 一阵光滑闪过 楚天秋身上 爆发出了点点星辰 等无数星光落定 气氛也逐渐安静下来 确实有点本事 楚天秋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明显感觉到 神力消失了 小楚 你这还不认说 陈俊南在另一个房间喊道 小爷只是掠师小技 你就已经被破除了回响 趁早认他妈输吧 我认输 楚天秋顿了顿 随后笑道 有没有可能失去显示屏的是你们 不是我 呃 陈俊南这才发现 将楚天秋的回响破除 也只是让二人保住了性命 对这场比赛 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只能说算你们走运吧 楚天秋说道 等破万法的效果过去 我会再来的 别忘了 我身上也有破万法 只要我能先一步 破除乔家镜的能力 你们便没有人能挡住了 妈的 陈俊南说道 小楚你真的疯了 这他妈不是个拼子游戏吗 你的战术 是在这里大开杀戒取得胜利 纯粹的智力博弈 我或许不是旗下的对手 楚天秋说道 可如果论手段 我不一定会比他差 只要能够获得胜利 对我来说 都是这场游戏当中 可以使用的手段 楚天秋说完之后 又看了他韩一默 到时候 连你也会死 做好准备吧 啊 我 韩一默感觉自己到心有些破碎了 自己为了楚天秋队劲兢业业 忙碌这么久 甚至接连上交了两个字 最后居然落得一个 兔死狗烹的下场 见到楚天秋 转身离开了备战区 陈俊南和乔家静 知道此时没有办法拦住他 只能任他绕过二人之后 走进了文巧云所在的房间中 关上了门 巧云 楚天秋说道 我有不祥的预感 怎么了天秋 文巧云问道 这次的计划 不是进行得很完美吗 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旗下应该也有自己的计划 楚天秋说道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需要你考虑一下 昨晚我和你说过的事 昨晚文巧云听后 面色复杂地点点头 是说和地拢堵 没错 楚天秋说道 不管接下来 是我们显露明显的败局 还是我死了 显示屏被毁了 只要你能说出这句话 游戏便会变换规则 那可能是 我们唯一的生路 好 我 我知道了 乔家静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站起来 一蹶一拐地 走到了陈俊南所在的房间 仅仅看了一眼 就吓了一大跳 我丢 俊南仔 乔家静赶忙上前去 把陈俊南扶了起来 是谁把你打成猪头 是天秋仔吗 陈俊南发现 这件事真的有点难解释 小楚肯定不能把我打成这样 与其说是他打的 不如说是你打的 你 乔家静眨了眨眼 俊南仔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怎么会把你打成这样子 陈俊南愣了一下 感觉还是不能告诉乔家静 自己发动了替罪 否则他一句别出老千 这一身伤 又得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说的也是 陈俊南摇了摇头 估计算是张杉打的吧 大只老打的 乔家静似乎想到了什么 俊南仔 刚才我和大只老打的太投入了 所以一直没发现 原来你也在现场吗 呃 老乔 你就别瞎问了 陈俊南说道 问多了 我也尴尬 好吧 乔家静不好意思笑道 我要不要扶你去坐一会啊 这看起来像是 你自己和大只老打了一架呢 我现在神清气爽 完全不累啊 妈的 你还有脸说不累 陈俊南说道 快扶小爷去坐一会儿 哎呦 头晕 好好好 正做点啊 俊南仔 乔家静赶忙把陈俊南 扶回了备战区 却看到韩一默面色复杂地站在这里 写字仔 你怎么了 乔家静问道 怎么表情像是丢了魂 我 韩一默知道自己不是丢了魂 而是丢了阵营 啊 我差点忘了 陈俊南走上前去拍了拍韩一默的肩膀 小孩 你可别瞎想了 我怀疑 刚才那是楚天秋对你最后的考验 只要你坚持出这一次 就一定能成功 考验 韩一默和乔家静同时一愣 开口问道 什么考验 嗨 陈俊南摇了摇头 盯着韩一默笑道 你小子自己知道就行 别往外说哦 乔家静听后 感觉不太对 俊南仔 怎么还有事情瞒我呀 怎么可能瞒你呢 我耍小韩玩呢 你可别信 陈俊南苦笑道 哦 真的吗 韩一默听后 不禁心生感动 没想到陈俊南到了如此时刻 还在替自己隐瞒 值得暗自下定决心 这一次一定会经受住考验 不辜负陈俊南的期望 乔家静把陈俊南扶到墙边坐下 抬起头来才发现 自家的显示屏已经被击碎了 瞬间张大了嘴巴 我丢 他能道 这可怎么办啊 这东西怎么坏了 事情确实有点麻烦 陈俊南忍受着身上的疼痛说道 我们不仅被入侵到这里 打碎了显示屏 甚至还被围起来了 那群小子在外面坐了一道防线 我们不一定能冲出去 骗人仔呢 乔家静又问 老齐被困在游戏里了 一时半会出不来 陈俊南回答道 老乔 你怎么样 身上的伤还疼吗 我身上的伤 说起来真是很神奇啊 俊南仔 乔家静看了看自己的手脚 似乎只有一些瘀青了 不怎么痛啊 行啊 那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家静想了想 忽然瞪大了眼睛 啊 我知道 难道是因为这个身体的主人 是不知道疼 被打成这样都不疼 这可太厉害了 他知不知道 疼我不清楚 小爷是真知道 疼了 陈俊南无奈摇头 小声嘟囔道 好像有点扛多了 早知道再少扛点了 你讲面 没事没事 陈俊南连忙摇头 你打起精神啊 俊南仔 乔家静看到陈俊南愣神 一巴掌拍在他后背 这一掌 差点将陈俊南彻底送走 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咱们要想办法 在屏幕碎了的情况下 赢下游戏啊 好好 等小爷稍微休息一下 等我泪刹骨不那么疼了就去 陈俊南说完之后 又扭头看了看乔家静 发现乔家静虽然嘴上逞强说 不疼 可他的手脚都在发抖 只能说 跟刚才剧痛无比 痛到昏迷比起来 乔家静认为 不疼 自己的替罪 分担了差不多一小半的伤痛 就已经站不住了 乔家静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 老乔 你真没事吗 陈俊南问道 我都醒了 会有什么事 总之你小子别太逞强了 该休息就休息 陈俊南说道 能放倒张山 已经算是很好的结果了 说到大只老 他怎么样了 乔家静试探性地问道 他 陈俊南顿了顿 刚才路过河道的时候 去确认了一眼 张山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他的呼吸心跳都已经停止 连脉搏也安安静静 他暂时解放了 陈俊南委婉地回答道 是吗 乔家静的眼神黯淡了一下 别想了 总会再见的 希望会再见 我答应过他的 要带他去看更广阔的天地 陈俊南听完这句话 不免有些悲伤 张山现在闭上眼 会不会已经看到了 更广阔的天地 在这种地方 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 哪里是什么现实 只是一个能够困住 无数生命的巨大牢笼罢了 旗下和燕之春从身子房间走到河道时 燕之春的脸色已经完全惨白了 一场如此简单的猜密码游戏 每个人自定一个 仅有自己可见的四位数密码 随后轮流猜测对方手中的数字 每一回合 都由自己来告诉对方 有几个数字猜对了位置 又有几个数字猜对了大小 能够最先猜出对方数字的人获胜 由于燕之春 已经跟张成泽进行了一次游戏 当场要求裁判 将每个人的数字密码提高到六位 可旗下却直接提议进行十位数的密码进行猜测 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 让燕之春输得体无完肤 他不仅会根据对手的微表情来猜测真伪 还能通过话术和暗示 引导对方的思路 燕之春自知输得不冤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旗下手中拿着从燕之春那里迎来的时 表情并没有多开心 作为我的对手 和我堂堂正正地比试一场 随后在游戏中输给我 本来是想成为你的队友 看看你的手段 燕之春说道 可惜了 我被楚天秋选了过去 只能成为你的对手 我并不觉得 这场猜密码的游戏 能够让你看出我的本身 旗下又说道 你虽然输了 但你并不服 对吧 对 燕之春干脆地点头道 我承认你确实比我聪明 但我也承认 这世上有很多人都比我聪明 我扶阳哥 不仅仅是因为他比我聪明而已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手段的 旗下说道 你回去之后 若是见到楚天秋 告诉他 我会在河道等他 并且在这里亲手送给他一场失败 什么 燕之春一愣 旗下 楚天秋会答应来河道见你吗 他会的 他没有选择 告诉他 我这一次赌上队伍现有的所有字 他也一样 旗下说道 我现在要回去安抚队友 也顺便等你消息 安抚队友 燕之春不明何意 只见旗下 带着从自己那里迎来的时 转身离开了河道 他看着旗下的背影 不由地叹了口气 只要有这个人存在 在场的任何游戏 都不可能拦住他 长久的记忆 经验 和足够的学识 让他能够在这里赢下任何人 楚天秋真的会有胜算吗 燕之春仔细思索了一下 想要赢下旗下 并不能通过常规手段 要么直接使用武力 要么引导旗下犯规 要么前去打碎对方的显示屏 只有这三条路 才有可能通向那渺茫的胜利 当燕之春回到备战区的时候 发现楚天秋孤零零地站在这里 盯着屏幕 见到楚天秋的背影有些发愣 燕之春的心头 扬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赶忙走上前去 查看了一下显示屏 好在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显示屏没有碎裂 依然好端端地摆在那里 他刚要开口 跟楚天秋说些什么 却发现 显示屏上有一行很诡异的字 黑方第七次创造失败 最终得分减七 这是怎么回事 燕之春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他很难想象 楚天秋会自己在屏幕前 进行连续七次的错误猜测 可如果不是楚天秋 那又是谁 如今已经连续扣了七分 这岂不是说明 他们所猜测的字 有一大半都失效了 楚天秋的脸上 闪过一丝笑容 说道 这件事可真是说来话长了 说来话长 游戏规则说过 只能通过主帅来得分 楚天秋回过头来说道 可是扣分呢 你的意思是 我以为对方的几个男性 都被控制住了 楚天秋说道 所以剩下的人当中 没有谁会在一分钟之内 赤手空拳 打碎一面显示屏 说完之后 他略带自嘲地 回头看向燕之春 如果是你 能够在一分钟之内 空手打碎自己家的电视机吗 燕之春感觉 打碎电视机这个任务并不难 难在时间限制上 如果只有一分钟的话 确实很难做到 可我还是少算了一步 楚天秋说道 在我看到旗下屏幕上 那个咪子没有得分的时候 我就应该想到的 他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难道他写错了读音 燕之春尽可能地理解了一下 楚天秋的意思 于是又试探性地问道 所以那个咪子 为什么没有得分 因为他在别的字当中猜错了 楚天秋说道 我对旗下的猜测 还是太保守了 他的屏幕上甚至有 撤这种字 鬼知道他进行了 多少次大胆的试探 他也比我更清楚 猜错有什么下场 燕之春的脑海意识之间 有些混乱 但此时也知道 他们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了 这可怎么是好 楚天秋继续苦笑地说道 对面根本不需要 击碎我们的显示屏 只需要有人来这里 用最短的时间内 连续写错同音字 来把分数扣掉 我还是不明白 燕之春说道 你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 我们为什么 还会被人连续扣分 这件事同样说来话长 楚天秋说道 就是因为有些任务 交给谁都不放心 所以我才亲自出马 打碎了对方的显示屏 以我当时的判断 对我们有威胁的人 都会被控制住 就算有人能够行动 也只剩下游戏结束之后 出现的张成泽 我 可我没想到啊 楚天秋说道 我猜测张成泽 一定会输给你 所以他身上失去了字 根本不可能前往我们的备战区 这是怎么回事 燕之春听后思索了几秒 他确实引走了张成泽手中的包 可那之后 旗下出现了 二人背对着自己 小声商量了些什么 之后 自己便和旗下进入了房间 在那之后 张成泽去哪里了 想到这里 燕之春开口道 我发现旗下有一个习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习惯 导致了我们这一次的失利 什么习惯 他每次在移动的时候 会先选择最安全的一条路 静直走到河道 随后在河道横向移动 来寻找自己想要进入的房间 楚天秋听后 总感觉有些奇怪 这个习惯说明 旗下就算要进入几方的游戏场地 也一定会从河道进入 在有划行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 不会让队友起疑吗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旗下的这个举动 会完美绕开所有防线 这些建立防线的人 也想不到敌方主将 会在自己背后 大摇大摆地走过 我和张成泽进行玩了游戏 旗下就从河道打开了门 燕之春又说道 所以张成泽本来应该原路 退回几方备战区 却不自觉地走到河道 和旗下交谈了起来 当时我没当回事 现在想想 似乎一切都是旗下计划好的 所以 刚才应该是张成泽来到了这里 楚天秋说道 他的目标从一开始 就不是击碎显示屏 楚天秋还是感觉 旗下的布局 让自己难以琢磨 如果此时真的是带兵打仗 双方可以算是 都出了一部杀招 直取对方大本营 但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 旗下杀招的发动条件 是自己发动了杀招 换言之 若是自己一直都待在 备战区没有离开 张成泽进来的时候 也只是白白送子 感觉情况有些被动了 楚天秋说道 现在我们的得分不足十分 而旗下有将近二十分 不知道破碎的显示屏 究竟算不算得分 如果以现在的状态 熬到时间结束 无法判断 最终胜利者会是谁 那怎么说 燕之春问道 想办法以死亡为代价 夺取对方的字吗 太天真了 楚天秋说道 接下来的时间 对方甚至可以 都在备战区休息 他们的显示屏 已经被我击毁 现在整支队伍 都没有弱点了 这 燕之春雨色了一阵 感觉现在的情况 和旗下预料当中差不多 于是只能开口说道 旗下说过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带上所有的字 去河道见他 他会亲自给你一场失败 亲自给我一场失败 在河道 楚天秋似乎 发现了什么关键点 现在我们双方 都受到了重创 如果放任不管 胜利的人还不确定是谁 可他却要给我一场失败 燕之春 感觉楚天秋说得在里 可他终究不知道 旗下在盘算着什么 说不定 燕之春轻声问道 破碎的屏幕 看不见分数 所以旗下 会被判作失败 楚天秋低头 思索了一下这个说法 感觉从某些角度 也能说得通 对方用来计数的显示屏 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难道还能 以对方曾经的得分 来判断输赢吗 曾经的得分 也算最终得分 这个说法 明显不太符合 青龙出题的逻辑 看来旗下想到了这一点 楚天秋说道 他不认为自己会赢 所以必须要在最后关头 跟我对赌一场 真的有必要去吗 燕之春又问 如果我们认定了他会输 还是不出面比较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直守在备战区 来等待胜利 毕竟时间没剩下多久了 可我们都忽略了一点 楚天秋说道 对方有田天在 这才是最大的变数 田天 燕之春一只少语人打交道 并不清楚田天的能力 是巧物 楚天秋说道 由于他一直很少发动能力 我甚至不知道 巧物的上限在哪里 如果他能做到 修复显示屏这种事 对我们来说 旗下阵营如同空手套白狼 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 让我们丢失了七分 巧物 用来修复显示屏 燕之春皱起眉头 总感觉这个说法 有些牵强 楚天秋 虽然我不太知道 巧物的原理 但我大概知道 回想的原理 燕之春说道 如果那个叫做田天的人 能够修复显示屏 理论上 他就能够凭空创造字吧 楚天秋听后点点头 是这样 那对方想要凑够28个字 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燕之春感觉这件事 有着什么逻辑漏洞 字的构造 明显比显示屏更简单 如果能修复显示屏 为什么不打造字 楚天秋听后 眉头紧锁 感觉燕之春和文巧云差不多 他们的思路 可以补足自己逻辑中的缺陷 有个罕见的可能性 楚天秋说道 那就是 田天对显示屏的构造 更加了解 假设你说的是真的 田天比起字来说 更了解显示屏 那这一次的修复难度 依然很大 燕之春说道 首先要确定 那个叫做田天的女生 真的能够获得回响 其次其下还要猜到 你真的会打碎显示屏 随后让田天进行一次 不容许任何失败的复原 更何况 你打碎的不是寻常显示屏 而是可以写字的触摸屏 旗下会把胜负的结果 全都压在这微小的可能性上吗 楚天秋听后 一直都在思索这件事的可行性 既然是和旗下进行博弈 便要尽可能地相信 那些原本不太可能的事 说不定 旗下真的料到了这一步 并且已经提前让田天 开始锻炼自己的回想了 毕竟这么久的时间内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谁和田天进入过游戏场地 这说明她一直都在活动 可她又不在备战区 那她会在哪里呢 如果真的假设 田天能够修复显示屏 我就不得不去一趟了 楚天秋说 燕之春也不知该怎么劝楚天秋 可现在的情况 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为难 在地龙宣布游戏结果之前 没有人可以预料谁会胜利 一个这么久都没有露面的田天 却成了架在楚天秋脖子上的刀 只要她的能力没有展现 楚天秋就永远不能放下心 楚天秋叹了口气 燕之春 你有没有发现旗下这个人 真的太可怕了 燕之春一愣 怎么说 他自己阵营当中的所有人 都在这场游戏当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楚天秋说到 旗下负责统筹全局 乔家靖负责放倒张山 陈俊南负责战术执行 本以为这场游戏当中 只有他们三个人会大放异彩 可没想到 直接导致我们失败的 不是他们三个 而是剩下的人 包括那个小孩 燕之春又问 是的 包括正英雄 楚天秋说到 刚才我发现 陈俊南 韩一墨 乔家靖都获得了回响 我一直不理解 对方为何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获得这么稳定的自我暗示 可当我想到正英雄能力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对方不需要每个人都进行自我暗示 完全可以由正英雄进行明示 明示 本来是每个人都需要说谎 欺骗自己的情况 现在只需要正英雄 一个人说谎就可以了 楚天秋回答到 将困难的任务大幅度简化 真可谓是人尽其用 此时燕之春才发现 他对于这场游戏的了解 还是有些片面 由于一直都在前线厮杀 不断地从对方手中获得字 所以根本不清楚 双方主帅是如何布局的 另外 还有能够孤身进入敌方备战区 手不抖心不慌 进行扣分的张成泽 楚天秋又说到 现在还隐藏了一个最终杀器 能够使用巧误 保证队伍不败的甜甜 楚天秋越说越无奈 苦笑着摇头道 甚至连咱们这边派出去的卧底含一墨 其存在也是为了让我们走向失败 怎么会有这么全面的队伍 再看看我们这边的队友 各自为赢 皆有心思 当发现对面所有人 都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力时 究竟多么锋利的刀 才能割开这支队伍的缺口 让我们看到胜利的光 燕之春听后摇了摇头 他知道 正如楚天秋所说 对面七个人 如同一面严丝合缝的墙 虽然表面上 看不到他们在互相合作 但众人都为了胜利而努力 我也不擅长用人之道 只是一直有人在帮我 燕之春说 一直有人在帮你就不算用人之道了吗 楚天秋笑道 很多时候 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够帮我 只可惜每个阶段都一样 没有人会理解我当下所做的事 即到能够走到今天 或许真的有人在帮你 但你依然功不可没 哈 燕之春罕见地露出一丝笑容 早知道应该早点去拜访天堂口 和你彻夜长谈用人之道的 现在晚了 楚天秋说道 在你踏入天堂口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好 燕之春点头道 那作为强弩之末的功贤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旗下已经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楚天秋说道 如果我不去河道 和他奋出最终胜负 接下来的结果 既不掌握在我手中 也不掌握在他手中 反而掌握在青龙手中 这和败了 没有什么区别 去了 就不会失败吗 至少有赢的概率 楚天秋说道 别忘了 旗下队伍当中 藏在我们这边的卧底 还没有露面 我怀疑这同样是个杀招 燕之春听后叹了口气 他知道楚天秋并不相信自己 所以解释也是无用的 只能轻声道 好吧 况且 如果真的输了 楚天秋又说道 我也依然有后手 一回到备战区 陈俊南和乔家静 就拖着重伤的身体开始 和旗下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 旗下也只是淡淡地点头 仿佛已经大体猜测到了 如今的局面 他安抚了乔家静和陈俊南 并告知二人游戏 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今只需要在最后关头 和楚天秋单独赌一场 不是吧 老齐 陈俊南说道 咱屏幕已经被打坏了 真的还能赢吗 能 旗下点头道 就像楚天秋来 我们这里打碎屏幕一样 想要赢有很多方法 并不一定要用自来得分 哎 陈俊南凑上前去 小声对旗下说道 我刚才想到 咱们这儿不是还有张丽娟吗 他是不是能够帮我们修复屏幕 旗下听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很可惜 天天现在的回响还不够强大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让他重新强大起来了 况且 修复屏幕一旦出现了失误 我们就连破碎的显示屏也没有了 不能修复屏幕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 陈俊南问道 他有另外的任务需要处理 陈俊南听后 心中不由地泛起了嘀咕 在这场游戏当中 张丽娟既不需要造字 也不需要造显示屏 那他还有什么任务 他只记得 旗下在游戏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把张丽娟派了出去 难道从那个时候 任务就已经开始了吗 旗下本想召回所有人 让众人交出身上所有的字 在备战区等候 可却发现 情况有些意外 除了原本就在备战区的陈俊南 乔家静和韩一墨之外 剩下的人迟迟没有回来 似乎都被锁在了游戏房间之中 他们通向河道的路总共五条 现在有三条都已经上了锁 旗下意识到 这可能是楚天秋使出的什么计策 可对方大部分队员 都已经在楚天秋的指挥下 回到了备战区 还有谁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困住这么多人 他很快就猜测到了 拥有如此胆识和身手的人 恐怕只有金元勋 想到这里 旗下的心揪了起来 郑英雄和张律师倒是无所谓 可如果金元勋 把田田困在了游戏场地之中 情况就麻烦大了 于是 旗下只能和备战区里的几人耐心等着 足足等了将近十分钟的功夫 所有人才都完成了 自己没有堵住的游戏 这期间 旗下和楚天秋谁都没有行动 仿佛都在筹划着什么 带到张律师和郑英雄回来 旗下告知众人 自己要带着所有筹码 前去和楚天秋一决胜负 田田最终姗姗来迟 将自己身上的事也给了旗下 旗下见到田田回来 明显露出了喜悦之情 你回来了 嗯 田田点点头 算是运气好 就是说 搞定了 应该 好了 田田点头道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确定 毕竟是改造 而不是创造 还是有点担心 哪个房间 是毛 金元勋呢 旗下又问 田田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盯着旗下 而旗下也从这个眼神当中 捕捉到了所有自己想要的信息 那他身上的字 一直都在他身上 田田又回答道 好吧 这至少说明成功了一大半 旗下说道 就算失败了 也不是你的问题 只是时间太紧 田田听后略带惭愧地点点头 他知道 旗下在这场游戏当中 只交代了他一个任务 若是没有完成 自然会过意不去 可是 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他不会因为你做错的事责怪你 甚至连交代给你的事 也只期待你尽量能完成 在自己有限的21年人生里 曾因为没有做过的事 背上了骂名 和那个时候比起来 中烟之地 不是天堂又是什么 旗下收走了所有的字 出发前往河道 青龙 在此时感觉情况 似乎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有趣太多了 在看台上 缓缓站起身来 有意思啊 青龙扭头对地龙说道 你知道吗 我对凡人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吗 什么 地龙爱搭不理地问道 那就是 我明明定下了所有的规则 可有人偏偏喜欢在规则之外活动 青龙的面色逐渐兴奋起来 明明用张脑球 给他们画了一个迷宫 可有几只蚂蚁 非要尝尝张脑球的味道 多没有趣啊 我懂了 你想让他们收集28个字 来获得胜利 却没想到 双方都在进城过半的时候 舍弃了这个引法 地龙说道 只能说 这场游戏 若是放在普通人身上 可以让你看到 稳扎稳打的对局 可旗下和楚天秋 明显不是这种人 是啊 青龙笑道 这场游戏从一开始 双方给出的战术 就超出了我的想象 包括现在旗下和楚天秋 各自给出的最后战略 实在是精彩啊 那你想怎么样呢 地龙说道 我想怎么样 青龙意味深长地回过头 对地龙说道 既然游戏这么精彩 你说 若是我把眼前的这14个人 全部招纳为新的神 怎么样 什么 地龙一愣 将现有的桃园大洗牌 青龙笑道 什么生肖和参与者都随他去 我重新设置天地人三阶棋子 地龙的眼神 逐渐开始闪烁起来 青龙 你在说什么鬼话 天阶棋子名字不好听吗 青龙眼光闪烁着 看着下方的人 让什么天牛和天蜀都去死 只留下天兵和天将 够了 我在让天龙制作一些 巨大的中空木棋 套在每个人的头上 来区分身份 青龙没有理会地龙 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人会不会有点多 要不然 让天将和天帅来管理他们 可是这样又会出现天马 会不会显得 我很没有心意 别说了 要不然不分天地人 分个阴阳也可以 青龙点点头 旁若无人地说 阴兵和阴帅 再加上阳马和阳族 听起来就很新鲜 是吧 他将期待的目光投向地龙 似乎在等待一句夸奖 地龙沉着脸 隔了半天才说道 青龙 难道现在的天机生肖 也是你和天龙这样选拔出来的吗 哦 你指什么 为了凑齐生肖 你们在一场自认为精彩的游戏当中 随意挑选了11个人 赐予他们头衔和力量 地龙尽可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说道 就是这样随便而又荒唐 把这11个能力 水平 性格 都相差甚远的人 提拔为了天机生肖 最终导致这片土地混乱无比 不 不对 青龙摇摇头 怎么会是在游戏中 随意挑选11个人呢 我既然感觉精彩 自然是将那场游戏当中的所有人全部挑走了 就算游戏里有很多老人和小孩也一样 这不妨碍的呀 你 而且 前后关系也有问题 青龙说道 怎么可能因为 我要让人当生肖 才选择了11个人 地龙 他们之所以会是生肖 当然是因为 那场游戏当中 只有11个人 加上天龙总计12位 思来想去 也只有生肖的头衔 能顺着天龙的名号延续下来了 是不是感觉非常贴切 贴切 地龙只感觉自己非常愤怒 可又说不清 这股愤怒形成的具体原因 或许是他想到这地方 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因为这可笑而荒唐的规则卖命 就替他们感觉分外不值 什么天地人 什么生肖 那些摆在眼前 让人感觉森严无比的规则 真相却是如此可笑 为何天极生肖给人的割裂感 如此之强 因为他们本就不是神 而是在某一场游戏当中 能够讨得青龙和天龙开心的 11个参与者而已 就和刚才这个情况一样啊 青龙又说 如果是先选择了14个人 后想的头衔 很有可能我也会倾向于象棋 这样一来不是刚刚好吗 你管这叫刚刚好 不过话说回来 青龙叹了口气 自从白杨出了主意之后 精彩的游戏越来越多 当年选拔天极的游戏 已经完全不过看了 当初选择出来的人 也确实难当大人 我到底该怎么才能 名正言顺地杀了他们 而不影响想要晋升的地级 你 地龙欲言又止 眼神只像在看一只 没有理智的野兽 哦 我忘了 你也是生肖 这件事不能找你讨论 青龙笑了笑 虽然你永远不能晋升 可你终究是地级 真是可惜啊 这场苍结棋里的 大部分人都这么强 若是能够成为神 这片土地该有多么精彩 地龙顿了半天 最终开口说道 你会遭天谴的 我会遭天谴 青龙咧嘴笑道 可惜在这里 我比天还大 地龙没有搭话 只是面色沉重地 盯着下方正在行动的人 他心知肚明 难怪这场游戏 给每个人都安插了身份 从骑马炮到兵足 将一应俱全 原来青龙早就做好了后手 但他应该也明白 这一场游戏当中 无论旗下还是楚天丘 谁都不会答应 一起成为神的体谊 他们马上就会终结 这场荒唐的游戏 地龙说道 你所谓的苍结棋 也会彻底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再也不会有这样厉害的人物 在游戏中表演给你看了 我不会放弃的 青龙笑道 这是我设计的游戏 只有我说赢 他们才算真的赢 你准备耍赖 地龙又问 自然不是 青龙摇摇头 我准备让他们见识一下 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力量 旗下率先来到河道 等待楚天丘 他手中提着至今为止 迎来的所有字 那些灰白色的金属 如同提在手中串串骨骼 发出如同风铃般清脆的声音 几分钟后 对面的一扇门被打开 楚天丘也显出了身形 旗下第一时间 没有在他身上见到字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旗下 楚天丘叫道 我不太理解 最后关头 为什么要和我赌一场 你难道认为自己 要输了吗 不好说 旗下摇摇头 我判断不出这场游戏的胜负 所以只能再和你最后较量一场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较量吗 楚天丘说道 这场博弈 你和我的每一个决策 都是较量 只不过 你看起来 似乎每一步都赢了 各有输赢吧 旗下说道 自认每一步都输了 未免太谦虚了 那你说 在哪里 楚天丘问道 你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比我这边的要强大 旗下说道 你甚至不需要给他们 下达什么准确的战术 他们就已经在接连 赢取我这边的字了 如果我没有更加详尽的战术 这场游戏必输无疑 什么 楚天丘苦笑一声 这就是你所谓的赢 这不算赢吗 旗下说道 米格25效应 我这里的每一个人 或许都不如你队伍当中的聪慧 但恰到好处的性能发挥 使得队伍看起来强大 恰到好处的发挥 天堂口也是一样的道理 旗下又说道 你手中握着太多强力的队友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赢 可是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有 旗下反问道 他们加入的是你的阵营 而不是我的阵营 这说明 你身上曾经有着什么 吸引他们的点 不管他们现在还在不在 至少曾经为天堂口奋斗过 楚天丘叹了口气 说正是吧 所以你想如何决出胜负 自然是通过这里的游戏房间 旗下伸手指了指自己身后说道 我选定了一个房间 感觉非常适合咱们二人 奋出胜负 是什么字的房间 楚天丘问道 是毛 旗下如实回答道 有兴趣吗 若是我没记错 你我二人的交锋 每一次都是由我发起的 楚天丘说道 难得你会主动邀请 我确之不公 好 旗下点点头 在那之前 我需要证明你身上有字 你带来整支队伍的字吗 没有 楚天丘说道 金元勋至今未归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没有带来他身上的字 旗下自然知道 金元勋去了哪里 也知道金元勋身上的字在哪里 只见楚天丘将除掉金元勋的族之外 所有的字都从外套口袋中取出 在旗下面前展示了一番 少一个就少一个吧 族不重要 旗下说道 准备好跟我走了吗 你不在意就好 走吧 二人一先一后 走往旗下阵营所在的备战区 由于卯字房间太过深入 旗下只能先行进入面前 写着虚的房间 离开之后 再由楚天丘进入 在楚天丘 马上就要离开虚字房间 进入卯字房间时 旗下却伸手拦住了他 二人身处两个房间 一面是代表合作的虚狗 一面是代表逃脱的卯兔 怎么 楚天丘问 我在想一件事 旗下说道 楚天丘皱着眉头 小心翼翼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问道 已经到现在 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事情 能打断你的思路吗 我只是想谨慎一些 旗下回答说 如果不谨慎的话 前期布局的 再多也没用 看到楚天丘久久没有说话 旗下又补充道 就像现在 如果我在最后关头 掉以轻心了 那我才是满盘结束 楚天丘听后 皱着眉头问道 什么意思 意思是 你没有必要搞这种小把戏了 刚才的话 你转达给楚天丘 让他自己出来见我 楚天丘听后一顿 再度苦笑了一声 表情异常绝望 旗下 为什么呢 他的声音化成了女声 难道我这一次 依然有破绽吗 许流年在最后关头 突破了潜意识的限制 退去了陈俊南的样貌 把自己当成了楚天丘 无论是说话风格 还是面部表情 甚至连思维模式 都完美复刻了楚天丘 可他还是说了 这种惨败的感觉 让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绝望 说实话 这次没有什么致命破绽 旗下无奈地说道 我没有办法确定 你是许流年 只不过我感觉你有可能会这么做 所以诈了你一次 眼前的楚天丘 在一瞬间化为许流年 他也只是苦笑着低下头 好一个诈了一次 这件事情 巧就巧在说出这句话的人是旗下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在诈 反而像是真的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旗下看着许流年那复杂的表情 又说道 如果第一次你 是以现在的状态来欺骗我 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猜到 你和楚天丘是两个人 许流年知道 旗下已经尽量将话说得委婉了 被诈输 难道不算输吗 旗下叹了口气 你也不必太懊恼 要说有什么破绽的话 只有一点 那就是 在我提出少了金元勋的字无所谓时 你当即认同了这个决定 什么 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模仿的范畴了 应该是存在于大局观的问题 你没有意识到 也不怪你 旗下说道 楚天丘应该知道族有多么重要 我也知道 你们的队伍当中少了族 对我来说 吸引力降低了一半 当我轻描淡写地说出族不重要时 你的表情比我还要平淡 旗下 这个问题可笑就可笑在 许流年叹气道 这场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族会这么重要 没关系 这本来也不是需要每个人都知道的事 旗下摇摇头 去吧 换楚天丘来见我 许流年轻声硬了一嘴 带着身上一堆字离开了房间 青龙也在半空之中 无奈地连连摇头 似乎他更期待看到楚天丘的计谋 能在最后关头发挥作用 可没想到 旗下曾经多次识破了许流年的伪装 到了这一次 虽然许流年完全没有露出破绽 可旗下仅仅炸了他一句 便让他卸下了画形的伪装 可惜了 青龙说道 楚天丘不知道前面有什么 在等着自己 这可真是可惜啊 没多久的功夫 旗下在卯字房间中 见到了楚天丘 在其进门之后 房间当即反锁 楚天丘早就做好了准备 进门时没有半秒的犹豫 旗下一言不发 将身上所有的字拿出来 随后一松手掉在了地上 如同在最终赌局之前吓住 楚天丘皱了皱眉头 也将自己身上的字拿了出来 刚要丢在地上时 却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低下头 仔细打亮了 一下旗下丢出来的字 表情很快变了 旗下 这里没有足 这是楚天丘进门之后 说出的第一句话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 也让旗下明显感觉到 眼前这人即是本尊 是的 没有足 旗下说 足不在我这里 所以 你们到底把金元勋怎么了 楚天丘问道 为什么他连人和字一起消失了 我至今都没想明白这一点 这个问题我不能说 旗下回答道 毕竟这是我的策略之一 就当是我在这场游戏当中 留给你的谜题吧 楚天丘冷眼看着旗下 仔细思索着 这诡异的情况 明明是他派出金元勋 困住对方的成员 理论上 金元勋成功率不低 至少能够困住二三人 而这些人 在自己进行一次游戏之后 也会重获自由 就算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导致金元勋和对方一起 被困在了游戏中 那在游戏结束之后 应该也会现身 无论如何 也不该出现 直接消失的情况 退一万步说 如果对方下杀手 杀死了金元勋 亦或是金元勋死在了 D级游戏中 那旗下也一定会拿到 他身上的字 可现在金元勋人呢 字呢 对方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抓住了已经觉醒跃迁的金元勋 确实是个很难的谜题 楚道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 你怕了 旗下问道 还敢跟我进入游戏场地吗 楚天秋知道 现在的情况充满了谜团 最好的方式 自然不是进入这扇门 可是这场游戏没有计时器 双方通过估算 也知道 时间差不多来到了终局 若是不主动进入这扇门 等到田田修复了显示屏 对方的分数恢复 自己依然是输 现在 摆在楚天秋的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赌局 那便是赌田田 到底能不能修复成功 如果自己坚信 田田会失败 这场赌局 可以不必参与 只要拖到游戏结束即可 可若是 他能够成功呢 楚天秋不断打量着旗下 发现对方的眼神 依然充满自信 仿佛胜券在握 我确实怕 楚道 我怕你会让田田在里面 做好杀人的机关 那些机关 甚至连字都可以粉碎 我只要踏入之后 便会万劫不复 变成下一个消失的金元勋 那你可以放心 旗下说道 这个想法听起来虽然不错 但毕竟不是我的风格 我可以向你保证 场地里没有杀人的机关 而且田田的能力 现在没有办法制作那么复杂的东西 没有办法制作复杂的东西 楚天秋皱了皱眉头 你是在试图骗我吗 我没有骗你 旗下说道 我可以发誓 田田在这场游戏当中 只制作了结构非常简单的东西 或许当我告诉你答案时 你也只会会心一笑 楚天秋发现 旗下所说的话 没有什么破绽 在自己了解的资料中 田田也不是资深回想者 这个名为巧物的回想 虽然看似无所不能 但对于田田这种新手来说 还是太有难度了 既然如此 楚天秋问道 你准备带着哪个字和我进门 哦 原来你也发现了吗 旗下点头道 带着不一样的字 可以通向不一样的门 毕竟 这是你让赵医生传达给我的 楚道 既然房间我选了 字你来选 旗下回答说 一人一刺 否则显得我不公平 楚天秋在心中猜测起旗下的用意 如果自己可以随意 选择进入人籍还是地籍 则确实说明 游戏场地之内 不可能存在什么致命机关 否则最保险的做法 便是分别在两个房间之内 打造杀人武器 并且还要说服 两个房间之内的生效 这对于田田来说 工作量太大 显然不合理 所以 旗下所言 大概率是真的 田田只在这场游戏当中 打造了极其简单的东西 可楚天秋猜不到那是什么东西 现在他定下心神 开始思索眼前的情况 敌人是旗下 究竟选择人籍获胜的概率大 还是地籍的概率更大 人籍简单的规则代表 二人分出胜负 只需要极短的时间 和最粗暴的策略 而地籍变数增多 自己也有可能输得更惨 但时间已经到了现在 二人所要经历的 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场游戏 楚天秋也只能当机立断 从地上拿起了自己的酱 既然连酱都已经杀到了敌方振钱 简单的道路 也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了 所以这一次只能进行地级较量 旗下也点点头 从地上随意拿起一个兵 随后他用眼神给楚天秋示意 让其打开门 楚天秋把姜字放进口袋中 走上前去 小心翼翼地触摸了一下门的把手 触感冰凉 并无什么异样 于是他沉住气 伸手推开了门 门内一片漆黑 看不清前路 地图的游戏 楚天秋呢喃道 一场逃脱 感觉很适合你和我现在的处境 但愿是 旗下点点头 楚天秋刚要进门 但又想到了什么 回头问道 旗下 我最后问一件事 你说 这场游戏当中 我们这边谁是你派出的卧底 旗下听后轻笑一声 可惜 我在中烟之地插了无数根针 唯独没有在你的队伍当中插过针 没有 虽然亲口听到了旗下否认 可楚天秋始终觉得不敢相信 这似乎是从一开始 大家就心照不炫的内容 如果没有的话 那自己一直都在提防着谁 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 旗下说道 就算我不安插针 也会在你的队伍中起到针的效果 这样我省心省力 你也会百般小心 楚天秋此时恍然大悟 这是只有旗下才会使出的计策 他的队伍当中有赵医生 颜之春 许流年 这些和旗下交情匪浅的人 正是因为安插一根针 非常的容易 才会让人默认 他将卧底派到了自己的队伍中 旗下将计就计 通过各种暗示 默认了对方队伍当中 有卧底的说法 这个计策的高明之处在于 由于楚天秋的队伍当中 没有卧底 所以不会有任何人看起来可疑 这就会导致 楚天秋在揪出卧底之前 不会相信任何人 每个人都不可疑 便代表着每个人都可疑 就连打碎显示屏 这么危险的任务 他也不放心 交代给自己的队友 反而选择自己前去执行 最终引发连锁效应 也让他不得不站在这扇门之前 真是可笑 楚天秋咧嘴道 从头到尾 我队伍当中的人都对我忠心耿耿 甚至连你们队伍当中的韩一墨 都站在我这边 可我却没有好好把握 这项挤了我的人生 本末倒置了 旗下说道 我说的话你会信 可我是敌方主帅 你不信任自己的队友 反而信任敌方主帅 不觉得自己的重点错了吗 可我能怎么办 楚道 你让我相信能力 智慧 甚至连回想都不如我的人 难道这样就是正确的吗 你错就错在 总感觉自己比队友强大 反而只愿意相信 和自己旗鼓相当的人 旗下说道 若是不能摒弃这个观念 你恐怕真的要成为下一个青龙了 成为青龙又如何 我和你选择的路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楚道 因为没有人能理解我 所以我自始至终都是孤独的 别说笑话了 旗下说道 难道文巧云也不理解你吗 文巧云 若我没猜错 他现在作为后手 等待着你这边的结果 旗下说道 他明明不记得你 却愿意为了你把命赌上 你却还在说什么没人理解 在我看来 不是他们不理解你 而是你不理解他们 楚天秋沉默了片刻 回到 或许吧 已经是最后关头了 旗下说道 我也有一句忠告要给你 你说 这扇门你只要进去 必输 旗下说道 可你若是不进 还有小概率会赢 楚天秋的眼神 再度像死了一样 转身看向那扇打开的 漆黑的门 不知道为何 楚天秋也感觉 进入这扇门之后 这场游戏就愤出了胜负 可他无法相信自己 进入之后会必输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绝对了 就算旗下赢得概率很大 也不可能存在 让自己必输的局面 他犹豫再三 还是抬脚走进了门内 既然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那也是时候 看看旗下的真正本事了 旗下也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刚要说点什么 却听到哗啦一声脆响 他不由地低下头 看了看地面上的字 若是没听错 刚才字响了一声 可他等待了几秒 发现字再也没有其他反应 于是只能转眼 再度望向楚天秋 门内是一片 异常漆黑的空间 四周空旷无比 楚天秋心中不免好奇 卯兔的游戏 为什么会看起来这么另类 只可惜 他先前为了谨慎起见 从未进入过任何游戏场地 难道这场仓截棋当中的 每一个游戏 都这样怪异吗 他回过头去想跟旗下说点什么 可映入眼帘的 却是自己无论如何 都想象不到的恐怖画面 旗下站在中间的一扇 黑色的门中 冷眼看向自己 而左右两侧 各有三扇黑色门 这哪里是什么卯兔的游戏 分明是苍结齐的游戏场地之外 而楚天秋 也自始至终 都没有进入过卯兔的游戏场地 那个立在房间中央 写着卯字的门 居然是一扇伪装过的 溃逃之门 我说过 田田只在这场游戏当中 打造过最简单的东西 旗下说道 那些东西 既不是字 也不是显示屏 仅仅是门 楚天秋瞪大了眼睛 站在原地 他思考了无数种输掉的方法 却从未想过这一种 田田打造的是 门 楚天秋愣愣地说道 他将原有的通向 卯兔房间的门 改造成了溃逃之门 怎么样 旗下说道 结构简单 就地取材 就算失败了也无碍 毕竟想要进入这扇门的 只有你们的人 就算门的那头 是游锅地狱 都算作他成功了 楚天秋一时之间语色 仿佛也知道金元勋去了哪里 他面无表情地回过头 发现不远处的阴暗中 金元勋正缓缓走来 哥 金元勋似乎看到了救星 怎么也来了 楚天秋已经没有颜面 再回答这个问题了 他早该想到的 一个人如果要带着字 从场地之内消失 最大的可能就是溃逃 可由于所有人都默认 溃逃的下场是死 所以他始终想不到 金元勋溃逃的动机在哪里 现在看起来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溃逃 应当是在他开始用月签 控制住房间内的人时 恰好把自己和田田 困在了同一个房间内 于是田田当机立断 哄骗金元勋进门 最终让房间解锁 旗下 楚天秋回过头来看向他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从一开始你就想好了 以这种方式 将我这个主帅淘汰吗 该怎么说呢 楚天秋 旗下摇了摇头 站在门内回答道 你的身上带着这么多眼球 现在你获得了回响 如果真的要和你进入游戏 输的只能是我 你 所以我 必须要想一个办法 在你发动回响之前 就让你落败 旗下摸着门框说道 这件事在游戏开始的瞬间 我就已经在筹划了 一旦和你真的进入到一场游戏中 你甚至可以直接用天行剑杀掉我 是吧 虽然不想承认 但确实是我会做出来的事 楚天秋说道 甚至连张山的第二颗眼球 我都已经攥在手中了 可没想到 你的这一剂 让我根本无从施展 那你现在要冲进来杀掉我吗 旗下又问道 可以 但我不想 楚天秋摇了摇头 输了就是输了 你明明给过我很多提示 可我却没有找到答案 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是的 我给的提示够多了 旗下说道 天天从一开始 就被我派往其中有一扇门 可以溃逃的房间 在现场不断观摩两种门的区别 随后我再从你们阵营 学会如何获得回响 由郑英雄传递给他 期间陈俊南和乔家靖的出击 都是为了让你们众人之间充满怀疑 难以合作 楚天秋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看起来每一步 都在做出缜密的计划 可实际情况 却是一直都在跟着旗下的脚步走 只要你不信任自己人 便有可能自己使用画形 我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果断和烟枝春开堵 给你留下了足够的行动时间 旗下说道 因为我自认为 在我方所有的人当中 你最了解的就是我 你使用画形也只会变作我 所以我告诉陈俊南 届时会有一个奇怪的我登场 楚天秋无奈地摇了摇头 所以张晨泽也是你的手笔 他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失败 张律师是个很有趣的人 旗下说道 无论身处多么危急的情况 他也一定会以最冷静的思维 应对现场的情况 所以他能够最快调整心态 孤身前往敌营 连续进行扣分 这种准确 高效的行事方式 队伍当中除了我只有他能胜任 剩下的人全都不行 楚天秋嘴唇紧闭 一言不发 不过你有一点说错了 张晨泽的出现 并没有直接导致你们的失败 而是为了把你逼入这个游戏场地中 旗下说道 减去几分会短时间内增强你的危机感 届时 燕之春会登场告诉你我 和你相约在河道 你就不得不出现 一切水到渠成 虽然每个人都不是卧底 但他们又都在按照我的计划形式 和卧底没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想到 你早就打造好了这扇门 甚至在中途 还将金元勋送了出去 楚天秋说道 与其说连续扣分增加了我的危机感 倒不如 说金元勋的消失 让我更加疑惑 那只能算个巧合吧 旗下说道 我没有跟田田交代 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处理 他自己拿了主意 好一个自己拿了主意 楚天秋笑道 我这边的人 几乎都在自己拿主意 可实际情况 就像是一盘散沙 旗下听后轻笑一声 你知道章鱼吗 章鱼 楚天秋皱着眉头说道 我当然知道 章鱼有九个大脑 旗下说道 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 另外八个腹脑 都在他的触手上 所以 每一只章鱼在行动起来 都像是一个队长 带着八个队友 主脑发出指令 由腹脑接收之后 独立执行 我不会试图控制 我的队友 仅仅是发出指令 具体怎么执行 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是我的肢体 我愿意 为此接收一切后果 可我感觉 我不是章鱼 是鲨鱼 我只有一个大脑 和一个身体 而其他人 是独立于我之外的小鱼 楚天秋说道 不得不说 你的队伍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连韩一默的存在 也让我束手无策 韩一默 旗下摇摇头 可惜 我从来没有暗示过 韩一默任何内容 就像我说的 一切都是自由发展 我接受一切结果 况且 我也不想使用 韩一默的回响 来让我获得胜利 那会让我感觉格外无趣 楚天秋感觉自己 从始至终做出的努力 似乎都打在了海绵上 他小心谨慎地 提防着卧底 又时刻注意着 韩一默的心境 却未曾想到 旗下从来就没有 在意过韩一默的状态 也从来没有 安插过什么卧底 我输得不冤 楚天秋回答道 说实话 你根本不能算作输了 旗下说道 这种游戏 不是你所擅长的范围 接下来 我有其他事情 交给你来做 楚天秋听后 表情一变 问道 把事情交给我做 是的 旗下点头道 其他人不理解你 但我理解 我知道什么情况 才能发挥你的潜能 我的潜能 旗下听后皱了皱眉头 向前探了探身子 此时整个上半身 已经进入了门 随后小声说道 如果你在这里 用天行剑杀掉我 那得逞的只能是青龙 我实话实说 这场游戏 你和我谁赢都可以 但是青龙不能赢 楚天秋此刻才知道 旗下为何要把自己 运送出来 只不过在这里交谈 真的能够躲开 青龙和天狗的耳朵吗 他不动声色地 向门里看了一眼 远在高空的青龙 确实没有任何动作 随后楚天秋 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旗下 你确定吗 我的最终目标和你不同 如果让我上了这条船 很有可能会给你 造成毁灭性打击 毁灭性打击 旗下感觉这个说法很有趣 现在连我都不可能保证 停下这艘前进的船 你想进行打击的话 难度更大 与其打击我 不如将这个打击 转向天龙 楚天秋不知道 旗下到底在思索些什么 这场计划当中 难道还有自己吗 旗下 此时我忽然有了一个 很不合时宜的想法 楚天秋说道 什么 我现在所走的路 难道也受了你的影响吗 旗下没有说话 只是冷眼看向楚天秋 这个眼神 似乎已经给了他想要的答案 实不相瞒 旗下说道 楚天秋 我需要你和我一起登上列车 你 楚天秋很快就感觉到问题所在 可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列车上了 你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吧 现在虽然在列车 但没有处于核心位置 旗下说道 我换个说法 楚天秋 我要你和我一起前往车头 什么 楚天秋尽量压住声音说道 旗下 你 你不是想成神吗 旗下又说道 我给你一个成神的机会 给我一个 机会 楚天秋问 旗下没有 立刻回答 只是说道 那个入梦 有没有去天堂口 楚天秋 还是有些难以理解 天堂口 确实来过一个入梦 他和我成神 有什么关系 拿到他的眼球了吗 旗下说 只要你拿到他的眼球 我们就可以在车头见面了 我带你去看神眼中的世界 你 等一下 楚天秋立刻明白了 旗下的意思 此时此刻车头 只有沉睡的天龙 你疯了吗 怎么 旗下问道 难道你不想知道 天龙每天都在做些什么梦吗 这哪是做什么梦的问题 楚天秋皱眉说道 你应该知道 每个人的梦境 都取决于其 心理防线的强大程度 一般人的梦境 都是无法撼动的 那又如何 我以现在的躯体 进入天龙的梦 岂不是梦里的一阵风 都会将我吹成沙子 楚天秋说道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 我建议还是带那个入梦本人去 我没有杀他 只是派人取了他尸体上的眼球 正所谓出生牛 独不怕虎 他不知道天龙的梦境 有多么可怕 派他去再合适不过了 不 旗下摇摇头 正是因为他太过稚嫩了 所以 这个任务 不能由他来执行 你 楚天秋仔细盯着旗下的眼睛 他总感觉 这个任务和直接去死 没有什么区别 你身上带着诸多回想 更有过人的心智 比谁都适合这个任务 旗下说道 难道你不想去看看神的梦境吗 神的梦 你或许只差这一步了 旗下说道 你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却不想了解 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梦 说不定他的梦境 可以打碎你最后身为人的枷锁 楚天秋知道 以往都只是天龙 随意进出别人的梦境 可如今却要有人进入天龙的梦境 这到底是多么疯的人 才能想出来的计划 我进入他的梦境 要做什么 楚天秋又问 难道真的如你所说 仅仅是去看看神之所想 当然不是 我需要你想办法 在他的梦境中打出一条裂缝 旗下说 这是我和你的一场交易 只要你能答应 我会帮你扫清通往车头的道路 这算哪门子交易 楚天秋再次往前一步说道 我会在梦中被天龙杀死的 我为什么要冒死 前去查看他的梦境 你又为何要冒死 给我打通道路 这根本不合理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楚天秋 旗下又说道 你以后再也不可能见到神的梦了 如果你答应的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进入天龙的梦境 神 楚天秋似乎没搞懂旗下的逻辑 你和我一起进入天龙的梦境 你要如何才能进入他的梦境 我会想办法 旗下说道 楚天秋 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你现在所走的路 确实一直都在 受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 最早的时候 你看到了我名为灵文的回想 你认为我的存在 是众人逃脱这里的关键 所以你写下了 我绝对要让旗下获得回想 这句话 旗下说道 可后来你自己调查了许多年 发现了生生不息的秘密 于是写下了第二张纸条 你认为只要我不再回想 所有人都能够解放 楚天秋听后 慢慢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 这是我对你最令眼相看的一次 旗下说道 你找到了一切的真相 你花费了许多年 知道这里的人 为什么会在第十天灰飞烟灭 也知道了我们回到的现实 是什么东西 你调查清楚了 每一个人降生的地点 和他们大致的能力 并且一一写下了编号 可你无法解释 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回到这里 楚天秋听后 眼神闪烁了一下 仿佛有什么疯狂的东西 开始灌入脑海 我好像 想起来了 你发现 每个不合理的事情 最终都能够得到完美的解释 可只有这件事解释不了 旗下说道 你认为有某种强大的力量 干涉了中烟之地